主料,海虾150克,内纸豆腐一盒,辅量,油一茶匙,浓缩高汤10克,小油菜20克,准备时间,10分钟内,制作时间,10到20分钟,先海虾包去外壳,提去虾馅,头壳留用,内纸豆腐上锅挣5分钟,晾凉后用刀子划成大块,炒锅里倒入油,放入虾头壳,小火煎出虾油, 倒入精水,要入浓缩高汤,小火煮开,把煮好的汤汁逼入砂锅,倒入虾仁,小火煮开,放入洗好的油菜,最后倒入内纸豆腐,小火煮开,烹饪技巧 一,内纸豆腐上锅蒸后,可去除豆腥味道,按浓缩高汤有盐毒,可不用另方经验菜汤里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 ! 我认为你的背景的话,这个邪道有心意的消息,可用转好给你